逼上梁山 腐败的北宋王朝 奸臣当道 百姓涂炭 许多梁将义士 被逼得走投无路 纷纷投奔水泊梁山 参加农民起义 豹子头林冲 是北宋京都 汴梁十八万进军的 枪棒教头 他为人安分正直 武艺高超 一天 林冲带着妻子张氏 到月庙烧香 碰上太尉高求的义子 高雅内高史德 高雅内 见林冲的妻子张氏 年轻貌美 于是心生歹意 他拦住林娘子不放 林娘子的侍女 急忙向林冲报信 林冲得到侍女报信以后 十分惊讶 赶忙去相救 高雅内 见林冲赶来 虽然舍不得放掉林娘子 但见林冲武艺高强 手下的人 没有一个能打得过他 只好兴兴逃走 但是高雅内高史德 回到家中以后 日夜思念着林娘子 寝食不安 他一心想霸占林娘子 于是就与仆人 赴安定计 让林冲的朋友 陆迁将林冲 框到外面饮酒 他便趁机偷偷溜进林家 对张氏无礼 张氏竭力反抗 张氏的侍女锦儿 见情况十分紧急 赶紧去给林冲报信 林冲闻讯以后大怒 匆忙赶回家 高雅内见识不妙 又只好仓皇逃走 此后 陆迁又给高球献祭 他们先诱使林冲 买下宝刀 然后以高球要看宝刀为由 将林冲 框入禁地白虎堂 以陷害林冲 带刀闯入禁地 白虎堂行刺为由 将林冲 严刑拷打后 投入监狱 最后 又将林冲 发配苍州 同时 高球命令手下 买通借差董钞 削霸 让他们在压戒林冲 去苍州的途中 在适当之处 杀死林冲 亦是陆志深 一路暗中相邦 在野猪林 正当董超削霸 用卑劣手段 将林冲 绑在一棵树上 想加害的时候 陆志深突然出现了 他大喝一声 击退董超削霸 救了林冲性命 林冲到了苍州以后 被分配去看守草料厂 这时 高球父子 又指使陆迁等人 带上兵马赶到苍州 火烧草料厂 企图烧死林冲 林冲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杀死了陆迁等人 此时 林冲又得知妻子 为抗拒高崖内自尽身亡 感到自己身处绝境 就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只有一条路可走 冒着漫天大雪 投奔梁山去了 小朋友们 逼上梁山 梁山就是由这个故事 概括而来的 梁山是地名 在今天山东省境内 意思就是 受官府逼迫 只得上梁山造反 后来比喻 被迫反抗 或做某件事 中文字幕提供